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叔叔主题小课堂 我们这节课来学习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女儿琴 女儿琴的原调是F调 我的演奏版本是C调 全按做Rate指法演奏 好,我们来看曲谱 前面带小括号的都是前奏 我们从小括号后面的音符开始演奏 第一句 第一个音 前面带来一个前隐音Rate 一点点不要过多不要过重 就不好听了 一带而过 第二个La 是一个叠音 非常简单 这个没有加任何技巧 Mi带来一个叠音 叠一下 Mi C La C的C带一个叠音 后面的La三拍加一个以音搜了 连在一起慢速的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二句 加叠音的时候不要加的过于的慢 一定要一闪而过 叠音才会好听 第二句 没有加任何装饰音 没有加任何装饰音 Mi上方有个叠音 快一点 下去 下去 So La La有一个叠音 Re Mi Mi Fa 要用半孔 Fa是半孔 这个Mi要吐一下 装饰音的Mi要吐一下 轻吐 不要过于重 不然的话会影响整句的完整性 这个方案大家平时在练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开的过高 也不能偏低 这样的话音准会出现问题 不要过高 不要过低 平时练的时候可以多去练一练 熟练了 这个手指的感觉 手感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那我们运用在曲子里面 就音会比较准一些 好 前面这两句 第二句我再来示范一遍 慢速的 前面这两句的最后一个音都是三拍的长度 我们要加一些气阵音 气阵音切记 这种抒情的曲子不要加的过快 快了之后会影响这个曲子的意境 这个音就没了 这个音就没了 缓一点 接着下去 咦 最后那个La叠一下 连在一起 下一句 这句有一点点复杂 特别是第一拍 好 第一拍的 La Mi La和Mi 前面分别都有一个隐音 第一拍的前半拍 C La 以音是C 但是C上方又有一个小波音 仔细看 上方有个小波音 我们要怎么演奏 C要先有个波音 再到La 这是前半拍 后半拍 以音Ra 但是这个Me的上方又有个颤音 加两下小颤音 放慢 好 把前半拍和后半拍连在一起 再放慢一点 OK 连在一起 好下去 R 最后那个R 有一个波音 这就简单了 主要是第一拍 遇到一些困难片段 或者是一拍里面的一些难点 一定要先放慢 把它练熟 练顺 再把它衔接下去 再示范一次 好 接下去 接下去 第一拍Ren Mi 第二拍Sol La La La上方有一个叠音 再下一拍 C Me C 没有双势音 Me 又跟我们前面那一句一样 Ren Mi 上方还有一个小颤音 也是同样的 颤两下 好 下一拍 Ren Mi 上面有一个叠音 最后 Dos 拍 连在一起慢速 好 再下去 注意 若起 有个空前半拍 空 Sol Sol La Don C La Sol 大家一定要把唱譜唱清楚 唱准确 空 第二个Sol 打一下 空 好 下去 Don C La Sol 这个是有一个C的一个 诶 音 然后到半孔的Do 这个半孔的Do一样准确 然后到半孔的Do 下一句 下一句 节奏型一样的 也是 Hong 打音 第二个歌打音 跟前面一模一样 但是最后一个要回到Mi 要下滑到Mi 要下滑到Mi 不要带土音 下滑到Mi的时候 稍微的慢一点 撑一撑 诶 人的这种情愫 情感 就会更加丰富 好 下一句 好 先看第一拍 Sol La 的Sol 前面就有一个以音 La Sol 拉 拉 以音拉 上面又有一个小波音 要演奏成 要快速 就直接到下面那个Sol 原速 好 下去 下去 没有任何装饰音 下一拍 Mi 前面有一个以音R 下一拍 C上面有一个叠音 最后那个三拍的La 有一个叠音 好 我把这一句连在一起慢速的吹一遍 好 我把这一句连在一起慢速的吹一遍 下一句 D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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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Do 前面有一个Sol 低音Sol的 乙音 Sol Do 好 第二拍 是Sol Fa Mi 这个F呢 我们就用这个全开的F SolFa Mi 深F其实是 好 做的 C 下去 L R R D D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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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出现过啊 注意密发发表开太高音就不准了 来我连在一起 下一句 没有任何音没有任何装饰音 的拉上面有个叠音 最后一个拉也带一个叠音 这句简单 好又到了这个 其实跟我们上一句一模一样 只不过要注意一下 节奏的分配 一定要慢练啊 把它练清楚 下一句 第一个 再一个音音 RE RE MI SO LA 拉有个叠音 好 下一拍 C MI E E A C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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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后一点 C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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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C咪就直接出来 显得有点呆板 下一拍 这个咪又有个叠音 下面 前面有一个以音的咪 低音咪啊 很快 连在一起这一拍 如果不加这个咪 可以吗 可以啊 但是呢 会听着太平淡 加这个咪 更富有情感 我把最后这一句连在一起 好 上面写的是一房子 一房子后面有小括号 那么就是肩奏 肩奏 到下一行的 Done right 后面有一个反复记号 啊 这个反复记号 我们就要从头啊 从我们前面那个前反复记号 开始去看 那前反复记号 后面还是前奏 到了这个小括号结束之后 再进行跟我们前面一模一样的旋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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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是二房子 跳过一房子进入二房子 然后大家看到二房子底下 底下两条竖线的底下有一个D S 然后大家看往前找 找到有一个星号一样的标记 在我们整熟曲谱的第四行的第二小节线上 有一个星号的标记 这个D S它也是一种反复记号 但是这个反复记号前面的标记 是一个星号的一个标记 那么就从星号的这个地方 再开始再反复一次 是一种反复记号前面的标记号前面的标记号前面的标记 这一次的D S 就要到跳过一二房子 跳到结束剧 也就是相当于第三的房子 结束剧这里开始 三拍D S 接下去 其实也是在重复前面一句的旋律 好 还有一句 再延伸一下 好 这是我们曲子的最后一句 这首曲子呢 我们第一要理解它 它是一首抒情 优美 富有情感的这么一首曲子 那么我们在演奏的时候 要多带一些气正音 特别是在我们美剧的一些结尾 有一些长音的部分 都要多带一些气正音 可以把这首曲子吹得更富有情感 第二个 里面的装饰音 一些半孔 一定要做到精致 只有把我们的技巧做到精致了 这个曲子才会好听 你技巧加了 但是加得很乱 加得很杂 反而会画舌天足 加得干净清楚 才是画龙点睛 那么还是那句话 一句一句的去练习 上一句没练好 不要吹下一句 整首曲子 吹好之后 去合伴奏 好了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大家好好的去练习 我们下节课再见 咱们下节课 咱们下节课